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压腿 首先压腿是所有运动项目的最基础的一个准备活动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 那下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教如何大家来正确的压腿方法 首先第一我需要这个压腿呢需要先做准备活动 第一就是最好的就是跑步 慢跑和变速跑 慢跑可以让我们身体达到血液循环 然后减少我们的受伤的几率 那血液循环加快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啊 还有我们的韧带啊得到最好的放松 更好的去拉长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慢跑以后 我们需要做一些下肢的拉伸运动 比如说需要体前趋的拉伸运动 肩膏部的拉伸运动 还有像我们分腿啊或者是双手碰地 让自己身体去大幅度的去拉伸 我们自己的下肢的韧带跟肌肉 体前趋 双手伸直 让身体尽可能的往高伸直 让身体成为一个衣子 然后身体轻轻地慢慢地往前 伸直之后 让自己的手碰到自己的踝关节 这是一般来说 这个已经是稍微有一些难度 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先 慢慢地足步地往下去碰到地板 这样子可以充分地去拉到我们的后膝盖 跟脚后跟的韧带的拉伸 那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同样站起来 把自己的腿分开 跟自己的肩同样宽 那我们把手照样伸直 身体往前尽量地让自己的双膝盖 保持伸直的状态 手往前碰到地板低一点 低一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多样化一些 把手打开 左手碰自己的右脚 右手碰自己的左脚 这样可以锻炼我们的腰部的活动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公布压腿 就像我们所说的 像这个公布拉键啊 或者是这种公布射键的姿势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下公布 首先公布我们需要前腿成为90度 这样的话呢 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韧带达到最大的拉伸 那后腿膝盖需要伸直 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会就没有压的任何作用 那脚尖脚后跟尽可能地去贴地 不要去抬脚 这样都是错误的 那我们尽可能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往下压 往下这样去沉 这样可以达到韧带的最大拉伸 我们之前的准备活动已经做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教大家如何正确地去压腿 那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跟自己腰 甚至说差不多高的一个架子 我们当我们的自己的腿搭在上面 就像这样子 我们把腿先搭上去 首先第一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腿伸直 那保证腿伸直之后呢 我们有些朋友呢 可能会觉得说太高 我们可以换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开始 那主要注意的是 第一 双膝盖必须要伸直 那下肢膝盖不可以往前弯曲 如果弯曲 就达不到压前腿的作用 一定要伸直 脚尖 下腿的脚尖 要跟自己的前腿一样冲前 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 一点一点去拉伸自己的下肢韧带 这样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们结束了正拉腿的以后 我们开始做侧拉腿 侧拉腿呢 我们同样是把腿放到架子上 那我们侧腿放架子上 这时候跟正压腿区别就是说 下脚脚尖可以45度或90度的分开 让你的身体45度的冲向前方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自己的胯转正 然后双手伸直 右手碰自己的右腹部 左手伸高去碰自己的左脚尖 这样属于是侧拉腿的最好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值得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着急 因为压韧带不是一个 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一个动作 它需要徐徐渐进 一天一天慢慢的去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们压韧腿 有些会觉得说 韧带会有酸痛啊 或者是拉伤的痛感 这些痛感的属于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因为说你 第一天拉完以后 第二天它会有一些反应跟变化 这个是正常的 不属于受伤的行为 这个状况 那慢慢的坚持 就可以让你的韧带 慢慢的就变成很软的 慢慢也可以压得更低更好 如果说你很着急 一下去把它达到最大的这个拉开的尺度 那你可能会受伤 那最严重的可以达到肌肉拉伤 撕裂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我们做完压腿也好 或者是皮刹也好 我们需要做恢复训练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容易第二天会很 这个肌肉会很痛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很快恢复作用 也加强了韧带的这个拉扯 跟这个伸缩的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首先我来教大家如何做这个恢复训练 那最好的恢复训练呢 就是说正踢腿 正踢腿可以让自己的韧带得到一个放松 因为我们的韧带跟踢肌一样 当我们拉扯时间久了以后 它需要一个反弹的恢复 那踢腿是最好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动作 那首先可以扶着一个 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左腿伸直 身体立直 脚尖双脚尖冲前 那白腿从最低的开始 慢慢这样前后白腿 然后可以稍微的发力向高一点踢 整个的过程需要大家的膝盖保持伸直 脚尖往回勾 左腿踢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踢右腿了 那右腿是同样的动作 我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 首先身体要伸直 背部也伸直 将右腿抬起 轻微的慢慢滑动 前后摆动 然后因而异可以尽可能的提高 达到这个韧带的最好的这个放松 体操运动员对这个柔韧训练 是非常非常要求很高的 因为体操不仅仅是展现力与美 还要对柔韧的要求很高 所以小朋友在完成高难动作的同时 要展现他的柔软度 如何增强体操运动员的柔软训练 柔韧训练 首先他们要做这个最基本的下叉 那么稍微程度高一点的小朋友 可以有一个垫高的这个垫子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他是专业体操运动员的话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训练 那么通过他的程度呢 他可以就是可以再高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批擦 那么我们叫oversplit 他是这个为了小朋友跳步 达到更加的开度 所以小朋友要坚持每天 都要压腿 踢腿和空腿 然后才能达到一个跳步 完成180度的这个要求 这是他的其中的一条腿 那么当然他不能光练一边 他要两边都要要 所以他还要换另外一边 为了让他的后胯 展到最漂亮的程度 所以小朋友需要把后边的膝盖垫高 然后后边的胯充分地拉伸 那么他的韧带才会充分地打开 那么如果说没有外力push他的情况下 小朋友需要有个时间 需要长一点在那里停顿 然后等待这个韧带充分地拉开 根据 根据不同小朋友的级别的程度 他可以开到不同的位置 比方像这样 这是他最跳步的 在高级别都非常需要的一个叫节环跳 所以他需要把腰下到后面 他的腿要超过头 那他的后腿也可以再垫高 对方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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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叉呢 因为体操运动员是很全面的 不光是他在这个力量的展示 他在柔软的展示上面 也是要非常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他的腿是前后左右都要用的 所以横叉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的跳步是有很多类别的 他有横向的有纵向的 所以他的腿要在横向纵向都要打到180度 甚至要over180度 要超过 所以我们叫oversplit 这个是他的横叉训练 那么体前驱的训练呢 通常是为了让小朋友 第一呢 是让他体会他在空中翻转的时候 有这个动作 比方说 躯体两周啊 前空翻啊 前躯体两周啊 都是像跳水一样 但体操有体操的这个要求 那么第二点呢 他是对待 对这个 拉长他膝盖后面的那条扔带 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了让他的腿伸得更直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训练 还可以把脚勾起来 可以fly your toes 把他的脚勾起来以后 会更加的拉伸 体会他这个膝盖后面的那条扔带 是如何的这个感觉 这个也是对他有一定的柔软度 有一定的提高 这都是一种体前驱的训练方法 会有很多种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他的身体柔软 他的头部可以贴到他的膝盖 他的前腿 而且他的膝盖后面的韧带 可以拉到最完全 所以他的腿踢起来以后会非常的直 体操运动员有很多的这个跳步 所以呢 各个方面都要求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呢是叫羊跳 那么羊跳需要并向腿要把胯充分地打开 所以他大腿的肌肉要拉 他的胯前胯的肌肉要拉 然后还要他的手臂 还有他的腰部都要下到最大限度 他的脚要碰到他的头是最棒的 这样才能算才能够裁判员才能够算他这个跳步 所以这个是叫羊跳的动作 所以小朋友为了能够这个跳步做得更漂亮 所以这个是需要一定训练的 下腰的动作是体操运动员必须要练的胸腰 他也是要非常展示他充分的胸腰的软度 所以下腰呢 这个动作呢腿伸直呢是为了达到他的胸肩的柔软度 所以他的头和他的胸要越过他的手 这个是压腰的动作 那之前的那个是肩胸的动作 这个是腰的动作 这个是腰的动作